韩国知名女团Blackpink身穿迷你裙为印尼电商Shopee宣传的一则电视广告,遭到印尼当局下令禁播,引起Blackpink印尼粉丝的激烈反弹 法新社报道,印尼广播委员会,Indonesian Broadcasting Permission,昨晚以广告不雅为由,命令国内11家电视台停播这支广告 广告播出后,印尼广播委员会收到超过10万人署名请愿,要求撤下广告 不过,这也引发了一场以牙还牙的行动,撤广告的请愿发起女性面临开除的声浪 韩国知名女团Blackpink四名成员在广告中在歌在舞,为印尼电商Shopee宣传 印尼广播委员会表示,这支广告藐视全球最大穆斯林国家的道德规范 Shopee回应表示,这是非常宝贵的意见,不过,公司补充说,广告在播出之前已获得另一个政府机关的同意 印尼进播Blackpink广告的决定,已在印尼粉丝圈招致广泛批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